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Vector, Paper 2的题目 Vector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Form 4和Form 5的学生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呢 他讲那个Diagram shows a quadrilateral ABCD OK, given AB equal to QA,那个A下面应该是有一个Wave BC equal to QB,还有是B要放Wave Then DC equal to PA, where P and Q are constant So现在我们先标明用红色的笔,拿红色的笔出来 把那个AB呢标上QA 那把这个BC呢标上QB 这样子放箭头 那个D去C呢是PA OK,全部呢都用红色的笔 箭头呢要对 OK,Vector呢,箭头是代表方向 所以箭头是很重要的 OK,我们再来标一次 AB呢是QA Q是数字来的 A是Vector 然后呢,这个BC呢是QB 就是比如是Q是2,2B这样子 两个Vector B这样子 DC呢是PA 他这边讲P and Q are constant OK,已经告诉你了 P和Q是数字 等下你找出来的一定是数字来的 那个P和Q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 其实基本上哦,如果是Vector的话 每个同学都可以拿至少两三分 因为你写那个Triangle Law Triangle Law你会写出来 会用就有一分两分 所以现在我们去看 它要我们找AC对吗 所以如果是AC的话 我们就写成A什么加上这个什么C 就是A和C呢 就是要在前和后 OK,必须要在前和后 因为呢,这个Triangle Law 它是有一个转换站的 OK,你从A去B 然后从B去C 再B转换 那是等于你直接从A去C这样子 这个叫Vector Vector呢,其实它是有两条路线 一条是Short Cut 一条是比较远 一条是比较长 所以我们叫Triangle Law OK,如果你标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红色的 等下你读的时候 你可以用铅笔 这样子你就不会改掉它的方向了 所以你看啊 我不要读这个AC呢 我就去读AB加BC 刚才我已经标上去了 如果我的青色箭头跟这个红色箭头呢 是同一个方向就是夹 在Vector同方向是夹 OK,如果方向不一样就夹 这样子罢了 Vector其实是很简单 OK,所以你的AC呢 是等于QA加QB OK,这样子就有两分了 其实很容易拿分 OK,好 我们做了过后呢 AC已经做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再做另外一个 Vector也是要用到Triangle Law OK,都是要用到Triangle Law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 我们的这个AD呢 其实你要从A去D 你可以从A去C 然后从C再去D 可是你注意看 你的这个蓝色箭头跟红色箭头 好像是反方向 对吗 所以你等一下要放一个简在那边 所以你的AD是等于什么呢 AD是等于A什么加什么D 每次都是这样子 你可以先写遍遍那个A什么 AC对吗 C是Interchange C是它的转换站 所以我们写AD等于AC加CD 好,AD等于AC AC上面已经找出来了 看到吗 CD是反方向对不对 所以你等一下就 如果是顺座是PA 如果是反就放一个简在那边 简PA 所以现在我们就把这个AC带进去 AC是QA加QB 再加一个反方向那个对吗 那反方向是什么 -PA OK 加一个-PA 好,接下来呢 一般上当你们做Vector 你们要习惯Vector的做法 就是说 它必须有两个东西 如果有A 就要把A全部堆在一边 加某某B 所以你看我直接把那个Q和-P放在一边 然后A 其实是Factorize来的 就是说你写A先 那些没有被叫出来的就放在挂号里面 就是Q和-P 然后加上QB 你一定有两个Component的 Vector 就什么X,什么Y,什么I,什么J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可以几个Terms 它可以Q-P OK 它是数字来的 所以你的AD是Q-P Vector A加QB 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它写成这样子 两个Terms 你不要给我QA-PA 加什么 不要有三个Terms 一定要两个Terms OK,你要把它合併成两个Terms 两个Vector 然后呢才可以拿来相比 这个叫Equal Vector Equal Vector就是说它前面那个Magnitude 那个数字一定要一样的 Vector已经一样了嘛 所以数字 就是A前面那个数字呢 在这两个Vector一定要一样 所以你就-5等于Q-P 那还有一个就是 另外一边 我用紫色的圈出来 P加3除2等于什么呢 等于你的那个Q啦 因为两个都是Vector B前面的数字 明白吗你们 所以我就把这个Q圈起来 你看这两个我给它相等 每一次你做Vector都是这样子的 给它相等 然后呢你就 就解除它的Azibra 好像SIMULTANEOUS EQUATION这样子 所以你做好好细心的做 一定可以拿到几分 可能会拿满分呢 也不一定 因为有些同学他们的字体很端正 做这个Vector就很适合 所以P加3那个2乘过去等于2Q 然后呢你就想办法 可能你用消除法 又或者你可以用那个取代法 都可以 OK你们可以用任何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SIMULTANEOUS EQUATION 所以你解出来了 那个P和Q一定是数字来的 OK数字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解这个SIMULTANEOUS EQUATION 所以如果你们要用SUBSTITUTION 你就可以写Q等于 减5加P啦 这样子 这个是第一项 这个是第一项 那你就带入另外一项 另外一项是P加3等于2Q 对吗 OK 所以你可以SUB进去第二项 那你就解除你的P和Q 就对了 所以你的答案呢 到最后你会拿到P是一个数字 Q是一个数字 所以P加3除2等于减5加Q 所以P加3等于减10加2P 那你的P呢 拿过去减 就等于2P减P 然后呢 3加10 所以P等于13 找到了P呢 就把这个P呢 带进去第一个 所以在找你的Q Q是等于减5加P 就是13减5 所以Q是等于8 这样子解出来了 所以每次你做Vector 你都是想办法给它们一样 然后就拿来对照 拿来比罢了 然后就解那个SIMALTANEOUS EQUATION OK 有时候你可能是要用到TRIANGLE LAW 你要EQUATION 来解 OK 如果你真的想不到 你就用TRIANGLE LAW OK好 好像这一题是很直接的咯 它给你两项一样一样 你就拿来比 所以这题是太简单了 所以你找出P和Q 你已经算是可以拿到大概4分了吧 那接下来呢 它就很喜欢给你们一些三角形的面积啊 然后给你们高度啊 然后叫你们找长度啊 在Vector 长度叫做Magnitude Magnitude 它有两条线 两个Bodyguard 我们叫Modulus OK 现在我们来解这个面积 如果它给你三角形的面积 一般上我们都写 那个底层高除二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找它的高度和低的长度 so你看啊 这边给你这个ACD的三角形的面积是52unit perpendicular distance 你看到perpendicular distance啊 一般上都是它的高度来的 so从A到DC 你去你的图看 A是顶点 DC是它的Base 它的那个Base OK so你就解出来 so现在我们去那个图 那边标上那个高4 那个底呢 是我们要找出来的长度 长度呢 一般上我们会写Modulus 在Vector Magnitude so我们会写两条线在旁边 然后放一个DC so那个Modulus DC 这个代表长度 在Vector 我们有Magnitude Magnitude就是线的长度 给那个三角形的面积它给你52unit 就带进去的 然后你就解出来 二分之一乘42 2DC so你可以找到那个底部的那个长度 就是DC的长度 明白吗 就52除以2 也就是说那个DC的长度是26 就是26 那你有了DC过后呢 它可能会再叫你找这个 这个Vector A 你刚才我们的DC是PA对吗 我们可以著名在那边 那这样子 那这样子你既然已经有P了嘛 对不对 刚才 你已经Solve了嘛 so你可以找出Vector A 就是一个A 是多少 长 就是有多长的意思 ok 多少unit so你看 在Vector 其实我们很喜欢找那个Vector 一个Vector的长度 一个Vector A的长度是多少 就是26除以13 that means一个Vector A 就是它的长度是2 Magnitude代表长度 ok 你有13个A 你想看你有13个A 在那个三角形 从D到C 有13个A 就一个A的长度是2 长度是Magnitude ok 就是这样表达A 然后一个波浪 然后两条线 代表长度 我们不写的Length of Vector A 我们就是这样子放 so QA是等于AB对吗 在刚才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Q刚才已经找出来了 对不对 是吗 so我们的AB 其实是Q是多少啊 刚才 我们就带进去8A 是吗 so我们就拿8乘以2 因为一个A的长度是2unit so that means AB呢 它有8个A so 8个A就是它的长度是16unit 其实是很简单的 它只是要长度罢了 so Modulus 放那个Modulus 代表长度 ok你要明白 在Vector呢 我们的Magnitude 代表长度 ok 这一题是我今天最后的分享 希望呢 考试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做 Section B的Vector 至少可以拿到 5分 6分 out of 10分也好 ok 那祝你们 考试 顺利 ok 谢谢你们收听 拜拜 晚安 请不吝点赞 and订阅